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成映投资密码 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把很多的时间 放在找名牌啦 找标股啦 找买卖点啦 那么但是呢 长期以来的话 你会发现一点 很想找到标股 每个人都想 问题是说呢 不一定找得到 很想每次买完就涨 卖完就跌 能不能够做到 基本上呢 可能啊 没有办法完全的 达成这个目标 那但是呢 根据研究 长期下来 只要做对这件事情 你的投资报酬率就会提高 就是检讨 然后调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提过 我们要拟定一个投资目标 然后我们拟定我们的投资计划 但是投资计划的话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 去达成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检讨 那如果 OK 当然没有问题咯 如果不行就要做调整啊 所以呢 这就是检讨跟调整啊 常常很多朋友坐在前面 但是后面的话呢 忘了做 所以这次特别提醒大家 好 那大家说检讨什么 第一个的话呢 检讨啊 交易的成本 这意思就是说呢 很多朋友会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 或者是说付出过大的交易成本 那么因此让自己的投资报酬率 缩水 这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几年ETF会流行 因为ETF 它的交易成本比较低 它的管理费用比较低 所以呢 在你进出或调整的时候 你的成本会降低 大家说哎呀 差没多少啦 但是如果你的年投资报酬率的话呢 是几个百分点 但是交易成本 就要一到两个百分点 或两到三个百分点 你觉得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它占你的投资报酬率的比送 非常的高 接着当然就是呢 我们执行结果了 我们希望 那么这个一年的话 每年是多少投资报酬率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希望一年 是十个百分点投资报酬率 但可能今年8% 明年12% 平均起来是10% 也有可能 今年的话是-10% 明年是要20% 所以呢 当我们在做 这个执行 我们的投资计划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务必啊 常常做个调整 但你能不能够 每一年平均下来 都达成目标 我跟各位报告非常难 但是长期下来的话 接近目标 这个就简单许多了 所以要做两个检讨 好 下来我们看 那检讨完之后的话 就要做调整了 我们刚刚提到说呢 在投资的时候 那么在交易成本上面的话 特别做留意 所以呢 如果要降低交易成本 基本上投资组合要比较简单 不然你投资组合如果很多 很复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光你的时间 你要注意的时间 你要去调整的时间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所以 要不要让它 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讲的简单 不是说 那就是一个定存 或者是一个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你使用的工具 不要太过复杂 接着的话呢 分散优化 那很多人说 我集中投资啊 好用力买下去 那这个股票如果大涨一次就发了 我也知道啊 问题是说会不会买下去就大涨呢 有可能你大买的不会涨 小买的会涨 那有可能大买的居然是大跌 那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啊 在我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呢 还是要记得了 要适当的分散 不要太分散了 适当的分散 这按照资金比重 那么比如说呢 可能是 一般的投资朋友呢 可能三到五个标的 那投入资金比较多 或时间比较长的 你可能是五到十个标的 类似这样子的 接着一个叫再平衡 等一下跟大家说明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加码时机 因为我后面还会有钱进来 然后后面有钱进来的话 很多朋友讲说 我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问题是什么叫做最好 以这波行情来讲 最近表现不好 但是我们回顾过去三五年 我遇到很多朋友都说 等他下来再说 去年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真的有大跌下来啊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不是连中错了两三天吗 我问那些朋友 这个时候要不要加码 不要再等等看 再等等看 等完就上去了 所以什么叫做最好的时机 其实并不一定 因为任何时间 都有投资的机会 重要的是 它的价值合不合理 如果价值高于它的价格 就价格很偏低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个加码的时机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 刚刚跟大家讲说再平衡 那么再平衡的话 就是用在资产配置 它在把它rebalance再平衡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一来讲 就是我们的投资组合的话 我们会设定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过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中间的投资组合的成分 涨涨叠叠 它这个比例就会改变嘛 那但是我们就透过调整 让它再符合原先的比例 这样就会接近我们要的目标 好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那我这边呢 举个例子跟大家做说明 像这是这几年来的这个多多行情 大家很常用的 叫做4比6 股6再四 或者是再四股6 也就是说呢 固定收益的话是四成 然后股票的话是六成 好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最近股市不是跌吗 最近股市跌的时候呢 当然股票缩水 因为股票跌得很快呀 当然有人说 其实债券表现也不是很理想 但是债券的波动比较小一点 就股票在大跌的时候呢 甚至于就是说呢 比如说这个新市场 最近卖很重 哇有可能一下就跌了 是这个10个百分点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变成股这个债券 或者固定收益是五成 那股票是五成 那在我们检视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有分两种 一种是固定时间再去看 比如说每一季 好我们看一次 那为什么说不是每天看呢 各位每天看的话 你很容易会收到消息的影响 你会发现拉长时间的话 其实很多消息 其实都没有当初 我们想象的这么严重 我换言之来讲 最近大家所讨论的是贸易战 我觉得这贸易战 可能会让全球崩盘啊什么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 在这个三五年前的 欧债危机的时候 也很多人说欧盟会瓦解 就欧盟现在还是很重要啊 金融海啸的时候 很多人说1929年的景气大萧条 会重新出现啦 结果海啸那时候买股票 后面都削海了 像巴菲特的话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 所以呢很多讯息的话 我们可能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当时好像被他吓了一跳了耶 那么也因此太平板的检视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每隔一段时间 那这叫定期 那另外一种方式叫门槛 门槛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股票波动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说那定期检视万一你检视的时间点 你觉得说好可惜哦 那之前如果跌得很深 我有做一个再平衡的这个动作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叫做门槛 比如说我们讲说 那4比6变成这个5比5的时候 我们就检讨一次啊 因为呢 这个6 6层缩水层5层嘛 我们讲的是股票啦 那如果说6层缩水层5.5层的话 这时候就不看它 但是如果缩水一层我们就看 这叫做门槛 我们设定一个门槛 然后固定的话去做一个检视 好那下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呢 当设定门槛真的说 你说固定时间去检查 或者是固定的这个缩水 或增加的层数去检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我本来设定是股6债4 那后来变成股5债5 所以我就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把我的固定收益 我本来是设定是4层嘛 后来变5层嘛 我再把5层卖掉变4层 然后我把它拿去加股票 那股票的话不是从6层缩水层5层吗 然后拿这个一层去加买 那个一层以后呢 加了以后又变成股6债4了 你会发现说 第一个 这怎么都没有在看基本面 没有在看总体经济的数据啊 原因的话是因为这样 这个方式的话呢 使用啊 是从美国的这个资产配置理财规划里面 去推论出来的 长期的话呢 股市啊 这个震荡 那么它的波动的话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维持良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比例呢 那么把它给策略的执行好 最后你就会 会接近你所要的投资报酬率 因此啊 讯息多多空空 基本上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维持你的股票啊 跟固定收益的这个比例 就是你的资产配置的比例了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这样就自动做一个方式了哦 股票六成变五成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加回去六成 是不是自动逢低去做承接呢 所以有人说逢低承接 有时候会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叫什么叫做低 那低了以后应该要加多少 这两个都是很大的问题 但你发现说 我们做了这件叫做rebalance之后呢 它也决定了你什么时候加 也决定你要加多少 你就不用为这样的事情烦恼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做这个资产配置的调整 好的再平衡之后呢 那你会发现啊 你自动的 然后再去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那相信长期下来的话 这样子啊 摆开了一些讯息的干扰 那么你的资产就可以稳定增长了 那其实在美国呢 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朋友也发现说呢 他们就不用去烦恼很多的事情 然后让资产的话呢 就能够稳定的成长 然后去做好它的投资 控制好它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比例就可以了 这就是所谓的再平衡了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